近年来全球媒体不断推移一些以狩猎为主题的东西 包括前一排在Netflix很火的游戏游戏 我之前讲过的大逃杀Battle Royale 经济之国的迷流者 看得很爽的The Hunt 以机器人为主角的I am Mother 韩国的地狱公使 还有很多这些类型的观看资料 目的就是为了给全世界的人类 设下一个潜意识的常识 也可以说是预告 或许某一天世界就会突然变成这样 那些猎人们出于乐趣 会把人类当作猎物来玩 而附件一搏早在1998年的时候 就已经领悟这个世界的真理 而创作出全职猎人这部作品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解 这部动漫作品 最近一个篇章的深层故事 这个篇章将告诉你 残酷的猎人世界观是怎么样的 Kaito和Gong他们坐下来交谈 他是真的很感恩他的师父Gin 只要一提起Gin就会露出笑容 Kaito小时候是个在贫民窟偷东西为生的孤儿 他可以和各种各样的动物结成朋友 在这个难以生存的地方 和动物们一同打开生存的方式 机缘巧合下Gin发现了他 Gin也同样拥有受万物爱戴的气量 他直接来到Kaito的家里拜访 根据Gin自己所说 受动物喜爱的人是很有当猎人前置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是跨越物种的体质 能够感受每一个物种的爱 集结万物生命的基因平衡 我在猎人考试篇已经说过 猎人的意志就是不断挑战更高难度为乐趣的冲动 也就是说猎人能够引领万物基因 朝着不断进化的方向前进 进化就是所有生命的本能意志 还有就是Gin总是会对拥有猎人意志的人说 试试来抓到我吧 这句像小孩子说出的玩闹的话 在他这里却相当沉重 因为要找到他真的相当艰难 冠无数次挑战生死极限 想尽一切办法 至今也没能见到他一面 Gin作为金字塔顶部的引导 出色的完成者 他作为猎人的使命 那就是引领生物互相竞争和不断进化 Kaito花费很长时间 直到长大后才终于成功抓到Gin 做到这个Gin才真正认可了Kaito 这个时候世界出现了慢慢的异变 奇美拉以这个新生的物种 虽然现在很弱 活动范围很小 但正以超级速度不断进化 当这个奇美拉以女王淡下奇美拉以王时 人类物种将会面临空前的绝世大灾难 奇美拉以只要吃了各种各样物种的肉体 就能淡下拥有复合多种基因的奇美拉以 是强制性all for one的概念 奇美拉以女王的繁殖速度极快 已经淡下拥有各种动物基因的奇美拉以 某个村落里一个勇敢保护妹妹的小男孩 非常不幸被奇美拉以找到 然后她的勇敢人类基因就成为了奇美拉以军团的一份子 很快这个拥有优良人类基因的奇美拉以 就淡了下来为女王效忠 这个带有智能基因的人类奇美拉以 为这个物种的繁衍取得重大突破 越来越多的人类被吃掉成为奇美拉以 为更优良的基因铺垫 拥有人类基因的奇美拉以 五粒子已经完全凌驾于人类的智慧结晶步枪 人类基因不断进化的标志是叛变 比上一代更优秀的下一代部下 想违反上一代的规则 自己选择好吃的食物自己吃掉 而不是做什么都要听从上一代的吩咐 在整体物种环境的迫使下 下一代的叛变暂时被压制下来 当时和杠他们一起拿到猎人执照的这个人 回顾猎人考试片时的画面 在这里就是这个人 他已经学会了念力招式 然后被高级奇美拉以从背后击晕 活体要被运回去女王那里成为营养食材 和杠他们同期猎人考试的蜜蜂女也在 跑着跑着又被奇美拉以干掉 被低级的奇美拉以直接吃掉 猎人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的世界 女的在死之前用血写下求救信 用她的蜜蜂传达出去 念力能量强的人会吸引蜜蜂 光他们得知了这个情报 情况实在是太紧急 直接下马 因为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马和表示 我腿都刨断了 你给我看这个 根据蜜蜂女的残留物和血迹作为线索 正高速前往调查 奇美拉以女王的老巢 中途遇到了那个反骨精神的奇美拉以 还不会使用念力的人类奇美拉以的攻击力 已经处于奇美拉之上了 开头要他们两个现在就打倒对手 如果这个对手都打不赢 接下来的冒险只会白白的送死 奇美拉从天而降突然的落雷打击 无法移动的对手被杠打出最后一击 对手受了重伤被同伴及时救走 见识到奇美拉以的强大后 他们必须做好死的觉悟 面对接下来的战斗 拥有智能的奇美拉以 把不断繁殖搞得到处都是的人类物种 看作是垃圾一样在清理垃圾 某种程度上是在替这个世界做正确的事 猎人的世界里即使亲眼看着残酷发生 也绝不能松懈一刹那时间 任何情况任何瞬间都是关乎生死的搏斗 刚好发现三个奇美拉以和他们三对三战斗 Kirua拿出杀手的全部实力出来 却还是遭了对手背后的毒刺 趁着对手大意以为解决掉Kirua时 Kirua瞬间就是要了他的命 开头的能力是从这个东西这里 随机得到一件武器 这次抽到的是机枪 虽然不是他擅长的武器 不过威力足以干掉这个等级的奇美拉以 最后是杠使出了念力剑 砍掉了最后一个对手 同时在这个时间里 被他们用念力打伤的反骨奇美拉以 在痛苦中获得了念力的力量 发现获得念力方法的勇敢奇美拉以 主动要求反骨奇美拉以用念力打自己 反骨早已看他不爽 直接往死里打 只要被念力打就能获得念力 月黑风高的夜晚 主角团三人组争分夺秒 一路前往女王巢穴 一路讨伐奇美拉以 以王只属三大将的第一将 这个时间弹下 实力远远超过获得念力的反骨奇美拉以 在力量的支配下 反骨精神瞬间殆尽 变得只剩下忠诚 那个被抓来的同期猎人 偷偷藏起来目睹了这一切 但是他的运气只能到达这里了 猫女的能力是改造和修复生物 从而控制生物或者死物的行动 同期猎人的时候 也能说出关于念力的情报 奇美拉以学会了 人类精英才懂的最高级知识 猫女的念力属性是未知的 在已知的人类六大属性之外 时机简直是太糟糕了 这个时间开拓跟踪奇美拉以回巢穴 就会遇到比他更强的猫女 立即察觉到猫女这个存在 让共和QR逃跑 猫女只需跳一下 移动的距离就能到达他们这里 超越想象的攻击 直接拿下开拓一只手臂 猫女释放出的扭曲气场 压迫着Gong和Kirua 为了生存 Gong失去理智 本能爆出最强烈能量 幸好被Kirua即时打断了 要是Gong和猫女对战的话 Gong会瞬间被猫女杀掉 实力差距就是这么遥远 带着无比强大的悔意 Kirua抛下了开拓狼狈逃跑 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加上突然的咒语 Kaito抽到的武器竟然是魔法棒 这一晚注定是Kaito的死亡之夜 残酷时刻在发生 自然时刻在演变 站在金字塔顶部统治人类的最高层 早已察觉齐美拉尔的灾难性 派出了实力最强的 猎人协会会长 Natoro和两名打手 这个自大的斯文人 现在是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再把消沉的Kirua当成小屁孩 使劲的说教 Gong和Kirua遭受重大打击 前往看不见齐美拉尔的安全地方休养 Natoro进去战斗前安排了两个高手 给他们两个锻炼的机会 这一路过来 Gong都处于晕死的状态 是因为Kirua当时 是用尽死力打下去的缘故 醒来的Gong眼神充满了希望 他坚信Kaito赢了猫女 在等他们去救援 在这层希望下 他们接下来继续锻炼变强 在和两个高手战斗前 他们再次受大叔罗利的地狱训练 这次的辛苦程度 要用到他的念能力 因为给他们睡觉的时间非常的少 在这段时间 Natoro会长在里面已经发现了猫女 就连他都判断 现在的自己不是猫女的对手 他实在不想去和猫女战斗 于是斯文黑发和老烟鬼就派上用场了 斯文黑发的念能力是异空间 而老烟鬼的念能力是吐出会活动的烟雾 他们的战略是先派烟雾摸清敌人的数量和战力 把一个个奇美拉尼神不知鬼不觉的 拉到异空间里面 交给Natoro会长解决 Kaito被杀后数日 蚁王只属三大将的第二将 文人雅士已经淡下 猫女沉醉于和Kaito的战斗时光 为了能再次和Kaito战斗 他觉醒了修复尸体的念能力 然后开始痴迷于将Kaito变成自己的玩偶 齐美拉尼被拐走都不管 齐美拉尼最强的存在蚁王 在胚胎里已经会活动了 训练完后的Gong和Kaito 找其中一个高手战斗这个飞机头 飞机头的实力是站这么高来看他们的 Gong和Kaito之后每晚都来找他战斗 然后每晚都撑着树棍爬回去 磨砺了大概20天 在最后期限内和两个高手决胜负 其中飞机头的念能力是随着数字的增大 自己借给对方的念能量最后会连本带力的还回给他 然后胆小鬼的念能力是身体接触到对方时 接触的部位会暂时消失掉 Kaito由于伊路米从小的打不过就逃命洗脑 他害怕未知实力的胆小鬼 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战斗 Gong也因为自己的弱小而彻底输给了飞机头 30天都不能使用念力 最后只有精英的少数战力去讨伐奇美拉尼 帮他们只能被排除在战域外 蚁王直属三大将最后一将也淡下 体型强壮武力值最高但脑子较为迟钝 名字叫做优皮 最后最强的奇美拉尼王也已经淡下 打破胚胎直接把奇美拉尼女王干费 奇美拉尼王和王下直属三大将全部集齐 人类在世界的统治地位此刻正式开始动摇 他们要离开这里去征服这个世界 奇美拉尼女王死后肚子里还淡下了另一个生物 是一个小小的人类婴儿 已经知道奇美拉尼王诞下的会长Natero 回到猎人协会本部做出了生死决断 和奇美拉尼王的一战 百分之百自己会牺牲 由于不断产生军队的女王已经不在 已经生产出来的奇美拉尼 按照自己的意愿到世界各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其中反骨奇美拉尼来报之前的仇 学会了念力的反骨奇美拉尼还是强 尽情的爽了一番后 Kirua终于突破了洗脑心魔 攻击了索困他行动力的头脑 这个最根源的地方其实是 被伊鲁米做过手脚的 他的针在Kirua的大脑上做过手脚 一直以来为了保护Kirua 设下了一旦意识到危险就逃命的机关 解禁实力的Kirua一下就杀掉了反骨奇美拉尼 猎豹奇美拉尼在外面活动 遇到的对手是飞机头 还有他的师父老烟鬼一起 猎豹奇美拉尼的速度世界第一 不过攻击力比较低 中了老烟鬼的烟雾圈套 意外的被飞机头打中了一下 这一拳虽然伤害不到 但是已经埋下了制胜的关键 尽管他的速度再快 飞机头的念力都甩不掉 接下来猎人高手带Kirua他们来看 从奇美拉尼巢穴中带回来的开头 已经被猫女玩弄成了僵尸 一句只要靠近他就会发动攻击的尸体 Kirua的感情已经接近暴走 情绪复杂瞬息万变 他发誓要找猫女报仇 不是长大后而是现在就要报仇 时间快进到 在Gong身上飞机头的念能力消失 Gong可以使用念力的同时 他们刻不容缓 吃完最后一餐去报仇 恢复了念力的Gong 心中一想到开头 就完全变成了霸者模式 声音不再是天真浪漫 只剩下杀意 原本想试试他实力的老烟鬼 被吓出一身冷汗 吃了这一拳是会死的 计划是Gong和Kirua对付猫女 其他的第二第三将 由他们四个对付 最后最强的王由会长来解决 这段时间内 谁都不知道会长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而其美拉以王 则是统治了一个国家 这个篇章 渐渐不再多展现平衡的细节 而是从宏观的平衡视觉 带我们了解生物的进化 和生物与自然生存的发展关系 也就是说 为了世界的平衡发展 烂鱼充树的那些喜欢繁殖的人类 应该被平衡的力量制衡掉 减少人类这个物种 像病毒一样污染世界 不同种族的生物是可以共同生存的 即使是虐杀人类的其美拉以 也能和人类相处 只要拥有相同的精神价值 其美拉以也可以背叛种族 成为人类的朋友 超越种族的界限 精神价值是平衡生物的关键 比如说丢掉烟头 会自己去熄灭的行为 是出自讲求公义的精神价值 更得到了吸引其美拉以分享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完全消除自己的存在感 但是要和吸引接触才能发动 这些天 其美拉以王都在吸取人类最强的武器 之时 她的精神价值是不断探索位置和挑战难度 然后爱上了以自力取胜的下棋 这就是拯救人类的契机 全世界最强的下棋少女 在这里成为了关键人物 因为她在棋局上不断战胜其美拉以王 导致其美拉以王一心只想着下棋而放弃统治世界 无论怎么下都下不赢的其美拉以王 作为王的意志 一定要在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在自力上跌倒 绝不会使用暴力战胜他 王的意志尊贵到不惜当场失去一条手臂 也要拾回对手对自己的尊重 地位是靠自己打回来的 而不是继承的 然后手臂是靠猫女的念能力修复好的 在其美拉以王征服棋局的期间 斯文黑发负责潜入他们所在的王宫 接近文人雅士 亲身体会到文人雅士的气场后 斯文黑发开始被恐惧压得难以呼吸 他潜入进来的任务是 尽可能距离其美拉以王近的地方 设下传送门 创造会长和王的一对一战斗机会 而老烟鬼则是在外面和其美拉以战斗 顺便引诱其余其美拉以 斯文黑发最多只能在一楼那里设下传送门 连接近那里的气场都没勇气做到 一直处在无尽的恐惧阴霾中 然后斯文黑发自豪的变成了窝囊白发 放弃和其美拉以战斗 与杰什道的两个其美拉以为伍 他们展开最终的讨伐其美拉以计划 同一时间从上方展开攻击的是 带着Kirua爷爷来参战的会长 先是天空的龙星群范围攻击 密集的随机攻击目标是在下棋的王 据Kirua爷爷亲口所述 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会长已经是个老头了 而且还和Kirua爷爷的爷爷战斗过 冲上去发动猛攻的猫女 在不到0.1秒的时间内 被会长的观音拳沉重打飞出去 0.1秒是指猫女跳起来 倒被打飞不到0.1秒 这招观音拳是会长的最强绝招 在他46岁那年 他到达了自己武术的巅峰 然后他寻找到的武术真谛是感谢 他决定在心中彻底感谢武术后 挥出拳头 日复一日什么都不做 年复一年什么都不想 只有不断挥出感谢拳这一个动作 经历两年的某一天 感谢拳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他的出拳速度竟然比 挥出的动作所产生的声音更快 被打飞的猫女在空中无法行动 眼睁睁看着王被攻击 从传送门直接到达王宫内部的另一边 一出来遇到的是守门的优皮 优皮想都没想立即进入战斗模式 就在大家进入战斗之时 龙金群刚好砸下来 全部人都因为冲击而停顿的战斗意识 只有优皮和杠完全不受影响 时日盯着对方 在这生死交战的一瞬 时间变得缓慢 思想的速度已经快过了光速 思想斗争得出结果后 大家跟上了杠的步伐 变色龙配合飞机头的隐身攻击 要快杠一步击中了优皮的身体 这样飞机头的念能力就顺利发动 感到不安的优皮瞬间变成了怪物形态 隐身的飞机头这下失去了主动性 因为见识到了实力上的差距而恐惧起来 也就在同时间 猫女释放出全部的步枪妖气 覆盖整个王都 这股死亡的妖气更加镇住了大家 同样在同时间 文人雅士做的事情是赶到王所在的房间 猫女在天空中可以用念力看清王的位置 然后Killua爷爷还有会长正杀向那里 得知这个信息 猫女爆发最大马力 落地的瞬间乍飞出去王身边 但是在王的位置散发出 令他十分后悔过去那里的气场 因为那是王散发出的愤怒气息 至于王为何如此愤怒 当然是因为下棋少女被突然攻击 情况相当严重 在这段时间 优皮一拳就把阶梯给捶烂了 会长看到这一幕 思想的速度跟不上亲眼目睹的现实 如此善良温柔的奇美拉以王 出现在现在的眼前 王拜托猫女治疗好下棋少女 现在又过了几秒 会长不乘胜追击 是因为他对眼前的对手表示敬意 但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珍惜之心 充满感谢 王要换一个地方和他们战斗 变成怪物形态的优皮已经无法接近 而隐身的飞机头在他的身后 不敢接近随机的攻击 胆胶鬼被刚才那一拳的威力 导致的碎石砸成重伤 脚势直接废掉了 老烟鬼出动烟雾四平虚长声势 两三下就被优皮全速撕开 老烟鬼侧身的偷袭 被随处可掌的优皮挡下来 然后这个也是烟雾降攻 然后的然后逃跑的真身也是降攻 背后的飞机头再命中他一拳 胆胶鬼用飞行的拳头当成交通工具 在空中和优皮拉扯 胆胶鬼进入自己的人生实力最高峰时刻 现在他的战斗只为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掩护大家活下去 刚才优皮打出的第一拳 杠和击鲁是避开了的 隐藏在烟雾中 现在正赶往猫女那里 因为章鱼的能力是附身尸体 得到千里眼的章鱼 告诉了他们实施战况 文人雅士因为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王 而多愁善感停止了思考和行动 王和会长他们出去的时候 只有被赶来的杠看见 会长示意他要找的猫女在里面 马上要见到猫女的杠黑化进行中 随后到达的击鲁也看见了自己的爷爷 还有在他们前方的奇美拉尔王本王 龙头细化带着王前往遥远的无人之地 只有王和会长两个 倒走的老烟鬼赶往王的房间碰上文人雅士 文人雅士的翅膀可以画成剪包裹自己 由于这场战役时间是重要因素 在这浓缩的极短时间内 各处都同时发生着牵连在一起的重要变化 从飞机头打中优皮到现在仅仅只过了十秒钟 在这极短的时间让人感觉痛苦了一辈子 而胆小鬼早已经超出了生死之外 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正在超度当中 奇罗尔王的爷爷到这里工作就结束 直接回去了 因为奇罗尔王曾经以雪誓约不背叛同伴 所以任由他跟着杠去找猫女 飞机头主动现身分散优皮的注意力拯救胆小鬼 飞机头放优皮的飞机到处跑 不擅长思考的优皮就真的追上去爆锤 而胆小鬼剩下最后一口气在垂死挣扎 这时的杠已经走进去 双眼捕捉到了猫女的行为 杠的黑化程度正在急速上升 猫女做出反应的行为令到杠无从思考 这个异常的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生死就在一瞬的见面与战斗 对方竟然做出投降的示意 猫女必须完成亡给她的任务 出尽全力救火下棋少女 在猫女的真诚求饶下 杠的眼瞳已经完全半黑化 会表示自己的话句句属实 猫女自残一只手 这样矛盾的敌人令到杠无法前进 精神和情绪处于高度续乱 最后她的选择是立即破坏猫女 为开拓报仇 Kirua作为朋友但理性的一句话 把失去理性的杠叫住了 但是同时Kirua的理性被杠讨厌了 他们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 Kirua不能为朋友分担痛苦而自责 杠一意孤行 他接受了Kirua的理性 但是却远离了和Kirua的友情 更愿意等猫女一个小时时间 就吓起少女 无人在意的Kirua此刻已经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优皮只在乎保护王和驱赶敌人 弱小的蝼蚁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飞机头只需离开这里 等待他的念能力效果就行 但是胆小鬼以死奋战的尊严 受到优皮的践踏 拜托了飞机头要为他出一口气 再次碰面优皮时 优皮对这些蝼蚁感到相当烦躁 这些烦躁令优皮变成了爆炸源头 把城堡直接给炸掉了 释放完烦躁后体型稍微变瘦 此时的优皮学会了冷静 把飞机头引诱了过来 假装再次消耗能量爆炸 引诱飞机头过来攻击虚弱的自己 冷静的优皮变回了原本形态 飞机头已经在死亡的通道中 优皮只需一拳就能破坏飞机头 来自天空的一道落雷 千军一发之际拯救了飞机头 优皮反而被飞机头的拳头出了口气 被雷击而无法动弹的优皮被暴打一顿 打完立即就逃跑 这是他一生中最刺激的时刻 竹竹打了这个怪物八拳 这八拳足够他向别人炫耀一辈子了 刚才的落雷是Kirua释放的 因为和杠的友情破裂 他来找优皮发泄情感 Kirua的最新念力绝招 是自己和雷电融为一体 动作快如雷电 威力强如雷电 每一次出招都伴随雷电的咆哮声 这招是通过自己的意识来控制极限的动作 也能感应敌人的攻击气场 做出闪电般的反应 速度实在神速 优皮被一方面压制 不过这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冲的电用完之后 就会变回原本的实力 幸好是变色龙蜥蜴接走了他 老烟鬼这边对国企来强化自己的文人雅士 给予强攻 不过这个文人雅士的念能力 是可以将自己分解成粒子 每一个小粒子都是他 形态变成了小小个 普通的物理攻击并不能消灭 打散的粒子又可以重新组合 文人雅士并无意和他战斗 而是要前往王那里保护王 正当老烟鬼这样认为 并且行动起来时 文人雅士从背后夺走了他的武器 没了武器老烟鬼就无法再使用念能力了 更糟糕的是 刚好优皮走到这里碰见了他 背后飞机头再次盯上优皮 烟雾战士变成了飞机头的样子 进行影分身战术 再变小的文人雅士去王那里 和观察整个战况 冷静的优皮故意露出背后 让飞机头打 打上背后这一拳的飞机头是烟雾 原来飞机头从一开始战斗就已经离开了 等到优皮再次愤怒时 飞机头抓住两极再次命中他 优皮第一反应就是引爆身体 找算移步的是飞机头 这次攻击是抽出身的 胆小鬼在次元空间接受手术治疗 救走他的是他的师父 斯文白发 看见猫女一样的文人雅士 立即过来查看情况 基罗尔充电中等待再次发动绝招 文人雅士详细询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优皮被戏弄两次再次进化到 可以将愤怒储存变成马的形态 马的形态不仅速度快 而且杀伤力更强 见到敌人就杀 效率相当高 尖头胖子的利息只是滚得很大了 但是老烟鬼的肉体和精神接近到达极限 实力的差距相当明显 老烟鬼被斩头前一瞬突然消失掉 不过在优皮刀尖上却流下了血 是变色龙蜥蜴救下了老烟鬼 优皮根据老烟鬼伤口流出的血追踪 然后飞机头又来拉仇恨吸引优皮 这次他可是跑不过马行太优皮的 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但他选择牺牲自己救老烟鬼 优皮身上的尖头胖子利息到达37万 优皮做出最狠最致命的行为 无视飞机头直接动手 为了救老烟鬼 飞机头取消了自己的念能力 玄望的变色龙暴露了自己 优皮从飞机头上面跨过 无视了他们 不杀他们 思想等他们变强 优皮此刻认可了他们 令他进化的正视他们 所以他多少有些感激之心 他前往王那里 飞机头被优皮的行为感动 无法再对他出手 斯文白发接他们到赤源空间治疗 并且告诉了他们任务早已经达成 王已经主动跟着会长去单挑了 王下只处三大将可以不用管 他们已经可以撤退不用战斗了 飞机头和变色龙选择继续留下 为了杠和击了他们 这个时间会长和王终于落下大战地点 猫女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最后指出王的去向 文人亚士能理解猫女的用意 说出在这里等待的话给杠听 然后将自己的本体分离出去找王 在文人亚士到达之前会长率先出手了 使用他的绝招能将时间压缩的感谢权 然后感谢能带来一尊观音像 会长一来就是巅峰绝招毫不留情 这一刀劈下去王还没能反应过来 文人亚士途中遇到了优皮 双方交换了各自的情报 然后一同前往王那里保护王 刚才会长的那一击打猎了地面 对王造成了重伤吐血了 那一击没把王打死会长感到可惜 王竟然没有一点战斗的意识 坐下了 这样做的人有两个 一个是毫无战意的王 另一个是仇恨顶天的杠 平衡点又来了 王之所以不和会长战斗 是因为从下棋少女那获得了人性 奇美拉尼王是人类和蚂蚁混合的基因 他看到了不合理的人类当中 亦存在像会长这样对世界有价值的人 另一半基因的人性觉醒 人性的基因压制住了蚂蚁的基因 只是现在他只杀没价值的人 会长没有犹豫 继续对没有战役的对手下狠手 反倒是会长失去了人性 这一下把王的愤怒吵醒了 瞬间感到死亡气息的会长亦没注意 百事观音被王整个撕裂开 他顺应王的方式用语言来交互 提出一个相当致命的议题 那就是王的名字 是齐美拉以王后死之前给他取的名字 这一点戳中王的要害 把王说的站起来战斗了 会长再次召唤出百事观音 他们的大战从这里才正式开始 飞机头来到杠这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他要把文人雅士约出去外面单挑 防止杠被他们两个围攻 飞机头并不知道文人雅士实际上是被杠牵制住的 这里的关系是猫女为了王就算死都要救火下棋少女 光要找猫女战斗 如果杠强行战斗猫女就不能救火下棋少女 杠出于理智 答应等猫女救火下棋少女在战斗 文人雅士要攻击杠 杠就会直接攻击猫女 导致猫女不能救火下棋少女 猫女以王的立场命令文人雅士不能攻击杠 杠在追加条件命令文人雅士不能离开这里 这样就能拖住王下直属部队的行动 现在飞机头一来就打破这个平衡 文人雅士这个分身有他大部分例子 借此机会他离开杠这里自由行动 正好可以干掉送命而来的飞机头 这场战役每一刻变化都充满精密的质量 只凭字言片语是讲不清当中的复杂 当中的对话和旁白只有圣灵其境 你才能理解这些发生真的很合理 飞机头还是选择要尽量帮助杠 会长飞起在空中发动百事观音中的九十九世 将王当成是蚂蚁一样按在地上猛锤 大地被他锤烂 掉落到地下防空防核爆安全通道 王依然没被锤烂 会长的观音继续锤 单论力量王的力量抵不过 但是硬度和防御力简直无敌 这场战斗中双方达到攻防间的平衡 一直打下去根本分不出胜负结果 会长的攻击很强势但是不致命 王的防御很坚硬但是攻势不够 就像毛和盾永远打不出结果 王运用从下棋中所悟的道理 计算百事观音出伤的组合 在这无穷的组合当中 只要是个体一定会存在特定的规律 那个规律就是制胜对方的关键 王采取的战斗方式很简单 那就是不停的进攻直到对手露出破绽 数千数万的痛击在王身上留下 带来的结果是带走会长的右腿 然后是等待会长处理伤口 然后是再次进入战斗 再然后是会长的左手被王拿下 王再次以这个姿势做了下来 停止了这场狩猎游戏 猎人协会的会长成为了被狩猎的对象 最后会长便拿出了自己的最强 百事观音中的第灵士 以慈爱的双手困住王 观音的口部对着王发射出咆哮光束 使用这招会长的身体要付出巨大消耗 老人家已经无能为力了 做到这种程度 王的身体只是出现损烂 最强人类的极限也敌不过 齐美拉尼的人人为我 最后的最后会长使用了人类恶意的结晶 人类乃世上最邪恶最残酷的生物 驱动右手的手指插进了自己的心脏内 这是疯狂科学家安装在他心脏里的炸弹 齐美拉尼王来不及逃离 炸弹可以很小威力却可以很大 一场核爆发生在地球的秘密地区 然而炸弹并不仅仅是爆开和焚烧这么简单 这两名大将在赶往的途中看到了爆炸 飞机头还在和风生僵持 因为看到了爆炸 风生也跟着去王的身边 杠还没等到50分钟 猫女提前治疗好了下棘少女 杠不允许猫女废话一句 不然杀掉下棘少女 黑化的杠已经失去了人性 出去外面单挑衔杠杠的同伴过来了 飞机头想说要不要帮他一下 黑化杠无情地拒绝了 并且把下棘少女拿来当作人质 如果猫女不把开拖治好 就杀了下棘少女 立即前往开拖所在的位置 下棘少女作为人质被同伴把住 优皮身处在荷爆的熔岩中寻找王 寒着泪被他找到带了出来 其美拉以王变成了残缺不堪的交叹 死剩一张嘴和一双眼可动 文人雅士立即为王献身 将他的细胞喂给王吃下 然后王的细胞就活过来了 生命逐渐得到恢复 随后优皮也献上自己寒食的甘露 抱着王来喂奶 这快感就连优皮也丢了 两个不要命的疯狂输出给王 人们常说的极乐世界 也许就是指母爱吧 所有智慧型生物孕育生命的领域 那一刻那一空间从灵魂深处感受到 自己处于无限大的宇宙 王的生命得到复生 幽皮失去力量变小了 文人雅士还是这个样子 吸收了他们力量的王 撕毁了奇米拉以的乙性 但是大部分记忆他不记得了 然后一飞冲天回去王宫 残存的记忆告诉他 他追求的东西就在那里 文人雅士剩下的分身 本想来杀下棋少女 这样王就不会被他影响 妨碍王统治事件 没有找到他还不止 还被飞机头的念能力击中了 尖头胖子出现在文人雅士本体这里 分身在到处寻找下棋少女 找到后立即合体 这样才有足够力量进行抹杀 与电荣为一体的 Kilua电光火石消失 情急之下的妙计被他想到 既然追不上Kilua的速度 那就分成例子 将带着下棋少女的Kilua 赶到王看不到的地方去 但是能杀当然是杀 只要一有机会就出手 这时王已经回到来了王宫 看到王宫 文人雅士才突然想起那个棋盘 万一被王看见 那下棋少女就被他想起来了 又立即分身回去处理棋盘 争议同伴混在羊群中隐藏自己 文人雅士成功提前运走了棋盘 另一边的杠和猫女来到开头这里 下棋少女在他们手上 猫女只能乖乖听话 拖延到最后猫女才老实交代 开头已经死了 死人不能复生 本来还有一线希望的 瞬间又黑化了 他的精神一直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痛苦折磨 即使是杠这样的钢枪也跪下了 他将开头的死全部怪责于自己 然后他现在能弥补开头的就是彻底的黑化 使用了经济的念礼 试约与制约 就是库拉皮卡对付幻影旅团的那招 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短暂的肉体 这肉体是仇恨的历练十几年的洁净体 杠修炼念礼到达的顶峰 猫女超越极限的刺刀 什么都没击中 据猫女的估设 现在的杠能匹敌王 杠把猫女叫到外面打架 避免打烂了开头的尸体 猫女洞悉到自己的命运 他已经无路可走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背后偷袭杠 杠夹起他的尾巴 就知道他拉屎还是拉尿 连开头都避不开的一击 杠轻松闪避 在他眼里 猫女的动作像镜子一样持钝 杠的身体能力 已经强得连猫女都无可奈何 猫女落下的那一瞬间 打上一发绝招 郑重猫女的脸部 猫女瞬间逝去 这一拳的威力 把猫女的身体撞飞了 9999米远 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 才停下来 猫女被打铲了 听到刚才巨大声响的 Kiruwa电光火势赶来 他看到的景象是 与自己认识的朋友 完全不同身形的人 在残忍的暴打猫女的尸体 回过头来的这人 流着伤心的眼泪 叫了Kiruwa的名字 Kiruwa深刻理解 杠付出何等的代价 没想到背后的猫女 不知何时 使用了念力 控制了自己的尸体 趁着杠舒缓情绪的时候 背后偷袭 夺走了杠的一条手臂 Kiruwa的电光火势 也来不及推开杠 此时杠心情感到的是 相当舒畅 因为他现在变得和开拓一样了 Kiruwa看着杠的样子 比自己断掉手臂还心痛 壮士断碗的杠 将自己断掉的手臂 送给了猫女 贯穿她的身体 用血凝结念能量 还要借用未来的念能量 发动绝招 这一拳打下去 杠可能会死 猫女的尸体 被爆炸 炸成灰烬 齐美拉以王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四处观察 刚好被他翻到一个帅旗子 慢慢的他想起来对他很重要的事情 这时他边流鼻血边回忆 文人雅士赶回王身边 先发现到了倒在地上的优皮 优皮口鼻都是血 已经阵亡 文人雅士赶紧过来向王报告此事 王已经回想起下棋少女的记忆 王根本不管优皮死掉之事 就去找猫女 因为当时王吩咐猫女一定要救下棋少女 然后就去和会长单挑 跟随的文人雅士也内出血 因为小型炸弹黑玫瑰是带有毒的 会长身上爆炸的玫瑰 使得爆炸之力充满有毒分子 中毒者本身也会变成传播毒分子的媒介 所以优皮的死和文人雅士的内出血 是王身上的毒传播给他们的 找不到猫女的王使用念气场源 可以感知到整个王宫的足迹 下棋少女就在地下仓库 同时已知晓了文人雅士 对自己隐瞒下棋少女的事 对于文人雅士的背叛 王选择的是抛弃他 因为王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 在被毒死之前 只想和下棋少女见面 不久后文人雅士也横尸街头 王如愿以偿见到了 睡觉都在下棋的少女 第二天清晨 猎人协会前来处理这个国家的守卫 老烟鬼已经住进了医院 在和猎人协会的高层报告此次战役 从这个斗子人身上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存在着 齐美拉以以外的人形物种 王最后的时间 是在地下无人打扰的地方 在和下棋少女享受快乐时光 直至两个到达生命的终点 结果到最后 王还是一次都没能赢他 猎人的精神 就是享受不断挑战 更高难度的快乐过程 齐美拉以王 梅鲁艾姆 同样是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